动手 小姐 她毕竟是您的亲姐姐 生舒服的嫡长女 她也配 不过就是个任人欺辱的哑巴 连丫鬟都不如的贱 打死她都没人在 太子哥哥 真虾 求我 萧丞相功高盖主 没想到最后栽在一个不欺儿的哑巴手上 啊 丞相大人 这是下官的大女儿 是圣上赐给你的 哑巴 倒有情景 沈悠悠 你下他怎么会放 你不过就是除掉萧玉的一颗鞋 萧玉生性多了 可她唯独不会怀疑一个雅子 来人 大小姐谋害当朝成相 这不可恕 快叫她读出神 舍得被牵连 你不就死 叫你血泰血藏 大婚痴 萧玉一杯毒酒将沈悠悠送上西天 拨皮寻挂在城门之上 以敬香油 过去私事舒淇 炸狗配绿茶去死 天沙的作者 把沈悠悠写得这么惨 沈悠悠就是一个无关紫药的小角色 她的死能为男女主制造最大的障碍 又是最大的不幸 有什么可惜 我去不是吧又停电了 大小姐想她还怪看不如咱们 啊啊她想听我哎 嗯我这嗓子怎么了 哎我的脚哎 等我 这剧情怎么这么熟悉 沈悠悠 我成愿 哎我得回去 我这保费还没结呢 这破地方怎么可能有信号啊 哎干草 嗯 正好可以质量是如若的黄鸡 救我 哎哎你干什么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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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玉哥哥 大人 孝玉 大人 孝玉哥哥 大人 大人 我下来时 请大人恕罪 不是 是你救了我 难道 什么 逃婚 传闻孝玉生性阴毒 死在他手里的冤魂 数以百计 嫁与他 怎么会被折磨死的 依我看 那个哑巴就是怕了 自己逃得远远的 丝毫不顾神父的安慰 这个孽子 白养他这么多年 知道 一出生就该掐死 谁负 你 小姐 你终于回来了 你能说话了 还不是因为你 要不是你派人把我扔到荒郊野岭 我都不会找到草药 你胡说 竟敢污蔑我 看我今天不撕烂你的嘴 你 你敢打我 打你怎么了 我是你长姐 尚书府敌女 教训你是应该的 爹 反了你了 我女儿 没事吧 疼不疼 你要让你找大夫 站住 打了我就想走 今天我非要教训 教训你 这巴掌是教你 好狗不挡道 你骂我是狗 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小千 走 你 沈悠悠 大人 事情查清楚了 尚书府二小姐 沈悠悠 与太子勾结 给您下毒 笑语哥哥 没事 尚书府敌女 怎会如此恶毒 误了我的清白不说 还把小语哥哥害成这般模样 若水 等我出家沈悠悠 就会给你一个交代 我并不图这些 我只愿 能够一直陪在你的身边 对了 你救我的时候 有看到其他人吗 没 没有啊 奇怪 我胸口的伤 并不是刀杀 那小语哥哥 你打算如何处置沈悠悠 传闻 他自幽爱慕太子 与太子交好 若他真的嫁到相府 难免他不会帮着太子跟你作对 顾九思他就是一个 北木 在 明日我不想在相府见到 活着的沈悠悠 坐得隐蔽一点 毕竟皇帝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属下明白 这几时都要过了 有进的花轿怎么还没来呀 沈悠悠啊 你现在可真是狗野嫌 明日沈悠悠三个字 恐怕就会成为全程的笑柄 哈哈 按照小说剧情 是悠悠大婚之夜喝下萧玉的毒酒之后身亡 这么说 这么说 只有先嫁到成相府 才能回家 熬你个笑语 这是想给我个下马威呀 靠不灵傻伤的女儿 我要是你呀 这么不招人待见 早就挖个地洞钻进去 你要干什么 我就是好奇 只听说过老鼠会打洞 怎么狗也会呀 小姐 你可真聪明 能想到这个办法 我真的是越来越佩服 你家小姐我 那就是本书 也可得跟我做学着聊 可是小姐 哪个大家闺秀 会自己骑毛铃出嫁呀 区区一个小语 还想牵制住我 笑 走 走 走你 什么笑笑 给我看了呗 不知道啥 走 笑语哥哥 真的不打算去迎亲 我已派北木带人 去刺杀神 那就好 我要人三根死 也不留到 嗨 沈悠悠 你还真是命大 哎 这也不知道毒下哪杯了 等会可别喝错了 影响我回家 这下你死定了 看你怎么讨 看你怎么讨 沈小姐 可真是女兄好姐啊 骑着毛驴出展 我先投一个 嗯 好说好说 你能说话 你不是哑吗 呃 这个 说来话长 你既然能说话 干嘛装呢 哦 我知道了 男不成 又是为了太子 哎 咱们先不讨论这个 咱们赶紧动访吧 动访吧 我看你还真是 如鸡四个 这两杯我喝哪 早点结束也好 今日你我结尾呼吸 希望今后 哎 不是这杯 啊 我的意思是 先不着急 那我喝这杯 先别急嘛 我们慢慢来 我急呢大哥 我急着回去投胎呢 投胎 一杯酒而已 怎么就让你投胎了 南部神夫人 怀疑我在酒里下毒 哼 你自己下不下毒 你自己心里没点输了 哎 哎哎哎 别别吐动啊 我我只是听说的 我只是听说他们成年 跟你那个名声不太好 不对的事情 我怪了 他居然能猜到我下毒 今夜疯大 我有点冷 可否麻烦夫人 帮我拿件衣服 什么麻烦 不是这件啊 你净事还有哪件啊 这外一件 没办法 是什么 坚持人 我 来人 给你们大人拿下衣服披上 夜里风大 他需 这下我能喝了吧 小玉你告诉我 我现在是不是要死定了 夫人说笑了 立下赐婚 我怎么敢杀你 你别演了 我实话告诉你 你那点小金子 都是老娘玩剩下的 诚诚诚诚 你干嘛 丞相消遇 大婚之夜 毒害心腹 沈悠悠 心狠手辣 会乱朝纲 最不容输 对了 我居然没上 我知道了 你把毒放糕点里了是吧 牛呀你 我明白了 毒要抹嘴上 小药玩剩花呀 小药玩剩花呀 你干嘛 你告诉我 我现在是不是死定了 你现在绝对死定了 小姐 小姐 你没事吧 我居然没死 我就是有点噎 你别在这跟我耍花招啊 你玩都是老娘这些玩剩下的 你放死 大胆 反正我到死了 我告诉你小月 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最最最最最最讨厌的人 心疼手辣 自私多疑 我回去就把你从树里删了 让你又一条事 北木 把他给我关下去 再也不想见到他 吃哪啊北木 我们乌漆骂黑的 你们巷头没钱买灯油吗 这是我们萧普司堂 得罪了我们大爷 今晚你就在这过夜 下 PJ 那我出去 北木 啊 什么玩意儿 不好意思 放放一个屁息 什么是放不好你现在放啊 别坏事走 老娘的穿越怎么还提醒我交稿啊 大人 沈悠悠已经被我关起来了 今天晚上 保准她吓掉一层屁 吓得屁股掉了 办得好 不过沈悠悠是怎么知道 我在酒里相比了 又是太子 她可没这么聪明 你说 会不会是沈悠悠暗地偷偷的调查我 有意思 这次 我倒是很想看到他被吓得屁股妙凌的样子 不对不对不对 老大你这你应该放大嘴花啊 你是不是傻 我放到那僵尸不就过来了 又多了两个沉迷网络游戏的青年 这就是你说的 机魂妙凌 大人 请再给属下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小玉怎么是你 还不把脚拉开 天太黑了没看清 不好意思 你不会是来看我笑话 我才没那么无聊 看来你在这儿做的挺舒服的 还行 挺热闹的 你们家祖宗不都在这儿陪着我呢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里 那你以后就留在这儿看司堂吧 你 行 好样的 不好意思啊 天太黑了 我真没看清 大人 陈相心里啊 肯定是有您的 就算娶了沈悠悠那个哑巴又怎么样 新婚之夜就被关到祠堂里去了 哪里来的贱婢 大白天戴个面具 还敢冲冲主子 玲瓏 不要口哲拦 你是哪个房的丫鬟 行事可要小心一些 听闻沈小姐昨日刚进府 她凶神恶煞的 小心她烦你 你说我 沈小姐 女主 你是我女主呀 历经磨难 骁女苏若水 终成眷属 全书完 是我的丫鬟冒犯了姐姐 因这两天 我应该来拜访拜访姐姐 只不过 我身体不太好 萧羽哥哥担心 叫我不必费事 哎 没事 姐姐 当真不在意萧羽哥哥于无 哎 你和她之间那点事 我都一清二楚的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只想在萧羽手底下活命 别的我也不想掺和 你不用管我 这是妹妹亲手煮的豆角 一份给萧羽哥哥 一份就给姐姐 就当是妹妹赔罪了 谢了 那 我 我先走了啊 那 沈耐油那个贱人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知道我和萧羽的事件 兴许是丞相大人跟他说的 免得他痴心妄想 他别想活到那明日 快出 我肚子也疼 得可以 对二 哭哭哭 关键 别耍赖啊 哎 我的肚子也疼 成绩润 我 不对不对我肚子也疼 不是你都没玩你疼什么呀 我肚子也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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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有人下药 这是妹妹亲手煮的豆酱 一份给萧宇哥哥 一份就给姐姐 就当是妹妹赔罪的 糟了 萧宇 萧宇哥哥尝尝这个 不要 你放肆 沈悠悠 你有做什么药 菜菜里有毒 萧莫 求 求大人明察 这豆角是我亲手做的 我怎么会想害你呢 可是他们吃了你给我的那盘 确实 不信你看 沈小姐 我知道你嫉妒我和萧宇哥哥的关系 你讨厌我 可是你也不能污蔑我呀 谋害当朝 沈小可是死罪 我说的都是真的 这个豆角 是生的 生的 没煮熟啊 我心里有人给你下毒呢 你急匆匆的跑过来 就是为了告诉我 这个豆角它没煮熟 当然啊 你这个人有背负害妄想症吧 爱信不信 站住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你为什么没有手工杀 你为什么没有手工杀 难道 原来真的是他 手工杀 手工杀 既然姐姐与太子一有肌肤之情 还嫁入相夫 这不是在侮辱萧宇哥哥吗 哎不是 不是 沈悠悠 你好样的 当初为了太子给我下毒 现在跑到相子来 你的目的不纯呢 给你下毒的人不是我 我就是个背锅的 你以为我会信吗 既然你那么喜欢顾九四 那明日宴会 我倒要看看 你在他心中到底几斤几两 北木 把这个人给我带下去 要是再出任何差错 我摘了你们的狗头 一切准备休息 涂就下在雨油里 中午时又晚上 身不止归不去 你差点忘了 你体内毒素未清 不易营救 你 放心 你的病 我会找到房子 皇上驾到 吴皇万岁万万岁 丞相大人 如今见到圣上 罪都不贵了吗 回皇上 微臣前几日 起码是不小心受伤 大夫说了 膝盖不能弯曲 开望皇上恕罪 罢了 既然丞相有伤在身 不想离 有无法 开宴吧 夫人小心 丞相跟夫人真是恩爱 那是当然 那我祝你们 长长久久 白头偕老 你心心念念的心上人 也不过如此嘛 对啊 咱就说什么也不不信 好吃 独奏下带就没有了 中午时有 晚上发送 什么都只做有趣 哎 这鱼 乃是长江中下游 特有的一种鱼 离了长江水即死 太子专门派人快马加鞭送到京城 设了这泉鱼宴 诸位爱卿 你从品尝品尝 你不吃吗 不 不 什么意思 萧宇该不会在菜里下毒吧 亏我还想着替他解毒 丞相为何不吃 难道是看不上父皇赏赐的东西吗 放肆 呃 此此言差矣 沈悠悠 你干嘛 看我怎么替你扭转见鬼了 太子此言差矣 臣妇刚才听闻 此鱼是从长江中下游打捞上来 算一算 路程一共有七千五百里 敢问太子殿下是如何保鲜的呢 自然是八百里夹击 一路共能不收 据臣妇所知 只有紧急军情才能用八百里夹击递损 太子只不过是为了几条鱼 是不是有点太大动尴尬了 我记错了 是六百里夹击 那如果是六百里夹击的话 是如何在四天之内就将鱼送到的呢 父皇明察 儿臣也是一片苦心啊 皇上 我国西南地区接连发生暴雨 正值水患 作为太子 本该解救受灾百姓于水火 可是他却在这个时候 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如此大动干戈 实在是容易烙人化的 我夫君就是为了考虑太子 只不过他这个人有点绵绵 不善言辞 所以只能用不吃鱼的这个行动 来点醒太子 沈悠悠 沈悠悠 早知道你颠倒黑白的功夫如此厉害 就该让你们也是个哑巴 好了 这乏了 此事作罢 诸位爱卿自便吧 还好我急着帮肖玉解 这下他总不能想着杀我 我这条命算是保住了 太子真是愈发没规矩了 谁想激怒 顾九思 你可别忘了 是谁把你送上这个位子的 萧悠 你亲人太甚 方才夫人说的对 太子就是精力太往生的 应该去萍水灌哪 我只听父皇指引 是吧 仲大臣觉得呢 陈总复义 萧悠手握骤兵 全清朝隐 连皇上都不放在意 他才是大位子 用得着我替他解 小姐 你要这么多医书干嘛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不是我 是萧悠 按照钱姐姐那架势 他要是想杀我失败太容易了 我要是再不给他把毒给剪了 搞不好他心情不好 就会拿我开刀 哦 原来你是想讨好萧丞相 寄人篱下 抱男主大腿者为俊杰 你说我要是给他过个生日 他会不会很感动 会啊 可是萧相从来不过生产 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生日是哪一天 别人不知道我可知道 必须是我写 怎么也算是他扮个妈了 大人 请再 再给属下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 属下真的知错了 你说 他今日为何要替我解围啊 兴许是看清了局势 倒戈了呗 不行 我还得再琢磨琢磨 鬼鬼祟祟 那不是我房间吗 这萧羽卧房还挺大 送什么生日呢 你 你怎么走路没声啊 吓我一跳 你大半夜来我房间 被顾九四省情报啊 顾 顾九四 跟顾九四有什么关系 看来是我想多了 对了 可以送衣服 你与顾九四还真是情深义切 情义 免子 明晚月色正好 腰腹筋停下一剧 明晚月色正好 明晚月色正好 腰腹筋停下一剧 看来是我想多了 你与顾九四还真是情深义切 情义缅 原来是为了送衣服 给 like facebook 结合 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产 我当然知道 对了 虽然之前给你下毒的人不是我 但这件事多多少少跟我也沾点关系 我也带点责任 毕竟这是女主角干的 但是事迹从全 我给你准备了方子 你喝下去几天就没事 这毒连陈忠最好的大夫都束手无策 你能解 对我来说那就是小事 你怕我下毒啊 理解理解 你这还信了吧 还是不信啊 那这样 我把药方给北墨 让他回去亲自给你 你有心事啊 我没有 明明就有 我都看得出来 知道 知道 肖宇 男 二十五岁 身高一米八五 体重七十公斤 虽然位高权重 功高盖住 在朝廷眼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肖像 在百姓眼里是危急涉急的奸臣 但从未有过谋逆的想法 从小学用功读书 三更就起床练武 因为你父亲的死 你只是想竭尽全力的保护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 权力只是你保护自己的盔甲 你 你怎么会 快许愿吧 你干嘛 习俗 像我们那边抹的越多祝福就越多 祝福来喽 哎 沈悠悠 你果然在打小玉哥哥的主意 大人 属下已经查过那个药方了 确实没有问题 甚至还 甚至还写得特别好 我连找了几个大夫 都对这个方子赞不绝口 连连称奇 赞不绝口 连连称奇 有意思 没想到 他居然还是个神医啊 我也担心沈悠悠目的不准 毕竟他是太子的人 笑语哥哥 进来 听说大人操劳了一天 我特摇了些粥送来 若水能做的 也只有十颗钱挂着大人了 多谢啊 早点回去休息吧 好 小玉哥哥 生你煮成熟饭 才能能力留在你身上 小玉终于不想杀我 我这条小面像是保护我 小琪 没水了 小琪 自己去吧 小姐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你还说呢 你跑哪儿去了 我这儿 那不是萧玉的房间吗 鬼鬼鬼祟祟的 有问题 小玉 小玉你醒醒 好热啊 热啊 好热啊 好热啊 你挺住啊 我去找解药 别走 我去找解药 马上就回来 小姐 你先去找 你锁了干嘛 小姐 你放心吧 这锁啊结实的很 回来我还在里面呢 你别过来啊 我是你夫君你是我夫人有何不可 你现在种了迷香不清醒 区区迷香我很清醒 你会不会毁的 不是是 那怎么会毁 那个北部马上就毁了不然 你先喝杯水冷静冷静 好啊 你拿给你 那我给你拿回来 你可不行动啊 骗你 骗子 我会对你负责 还好我来得记住 贱人 小姐 小姐别奇怪了身子 滚开 都怪你 辛辛苦苦不得去 最后竟然给别人做了嘉宜 快你万事不利 不行 绝不能做一台皮 小玉哥哥 只能是我们的 人家 你 听说我这心里怎么乱七八糟的 有什么可烦的 如今萧大人对您那么好 光凭这点想想回去想打开 你把她想的太简单了 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回家的那天呀 回家 就踏着的待着呗 你真的不喜欢肖大人吗 我 我当然不喜欢啊 今天怎么这么多菜啊 过年啊 啊肖大人吩咐要一起用完膳 你怎么不走我说 你快点给我梳妆打扮 沈悠悠 你来了 嗯 今天有点冷啊 你这天披风暖过吗 还可以 我不冷 昨晚我 啊昨天晚上 都是小事 不用谢我没放的心事 我在说事 喝茶吧 啊好 以前怎么没发现肖玉这么帅 这眉毛 这鼻子 小姐 小姐 啊 啊 饭什么花 清醒 我看今天天气挺好的 我吃饱了我出去散散不够 还还没吃饭呢 丢死 今天 今天 确实天气不错 哇 这么响的嘞 哪个渣男又发誓呢 嗯 钓鱼这个王八蛋 明知道治水是块烫手山羽 还硬要塞给我 骑州多山 暴雨引发山虹也是情人之主 陛下 不会过分责怪 这 炸的当年帮我除掉了三哥和五哥 就像处处压为头 殿下 你倒真想除掉小巷 也不是难受 自国英雄 难过美人官 枭雄 最精神的别人 你是说 沈悠悠 不过我听说 陛下和他的关系 想闹僵的 小七你看 哪儿还这么多银子 看看去 小七有诈 我倒看了 是什么妖魔 哎小姐 你说陈校夫人爱财 仅与借 不然如此 你费尽心思的引我到这来 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知道你来吧 大哥 你能否放的那是钱呢 不要白不要 等了 你的钱不是假的干 我只是个传话的 太子说 只要能除掉萧毅 别说是太子谁 就算是皇后 答应答应 顾九思还真是自以为是啊 我要不答应 那就把命留在这儿 我答应 算是行 谁 没想到府里居然有太子的内应 水流流 把他去死 我 救命啊救命有人吗 他着火了 大人 太子四处拉拢朝廷官 腹部也收了很多好处 看来这次水患 他没少中保存了 慌慌张张的 有何事 倒水了倒水了 父母还在里面了 什么 大人别去危险 什么 孟永热 你哪事 人家 夫人我们大人哪 我们大人 他不是刚刚进去救你的吗 你沒看見 夫人 高姦誠 你死了一切都結束了 相約 相約你醒醒相約我帶你出去 是我相約 有沒看見 不愧我們 不愧大家 父母 我們小姐 四代中央 借個苦作夢 一百一 中央好我們成全 這個賽季而無 人殺諸公民 兄弟 你都听见什么了 我什么都没听见 放开 说 谁让你来的 疼放开 你受伤了 还不是因为你 严重吗 北沫 开袋子 不用了 我自己就是 萧宇哥哥 萧宇哥哥 你没事吧 与太子暗中勾结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这 来人 带上来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啊 丞相大人在这 还不快说实话 我只是 只是替太子传话的 什么话 只要夫人杀了丞相 太子就许她 太子妃之为 你别胡说 我根本就没答应 你要是没存这个心思 大半夜的 在厨房干什么 你还说我 我分明看见有人锁门放锁 那个人就是你了 厨房走水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是你自己倒霉 与人密谋的时候刚好被人碰见 你敢说 你与太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多了 想杀我很正常 不过我很好奇 夫人就这么想当太子妃呢 笑语哥哥 他分明就是故意想接近你 你绝不能放过他 跟着我 难道不比当太子妃 有面子吗 你说呢 都想杀我 都想杀我 都招谁惹谁了 好不容易从萧玉手中爆出性命 现在又来个顾九思 萧玉本来就有一心病 这下他更怀疑我 我就想安安心心地活到大结局 有这么难的吗 算了 还是先想办法稳住顾九思再说吧 萧玉哥哥 最近你辛苦了 我没事 是你身体不好 以后这些事情你都交给我处理 别担心 那 沈悠悠你打算如何处置 这个人 我留着还有用 陈牧 吩咐下去 我去趟齐州 大人要去齐州 不错 现在 朝中能与太子分庭抗礼的人 都被除干净 只有四皇子明哲保身 当年他被设计 连去了齐州 现在能够压制皇子 恐怕只有他了 可我听说齐州山洪频发 去那会很危险的 护九思 他利用这次水宽 联合护部中宝司们 百姓流离失所 如果此次能够收集到他的罪诊 我们就能更好地控制他 那我陪你一起去 正好路上我也能照顾你 不必了 我已经有更好的人选 李寡妇的自白书 民女三十又三 不幸丧夫 那日正在街上摆摊 谋生 无量消沉向路 看中民女 强 强占 烧凉田 最开本死了 你干什么 怎么这么怕我杀了你 我光明磊落我怕什么 给我冰了这么多莫须有的罪证 辛苦你了 我这不是想着先交点东西给太子吧 把这个交给顾酒司 同じ 这不是 Contraxiety 一样的罪证 你能够找尔心 我出了 你还损钱 都损钱 我还损钱 你还损钱 我还损钱 你还损钱 我还损钱 我还损钱 小姨 微臣 这就让你去核实什么油油串的将军 是将是假 不必了 真的假的不重 说的人多了 也就变成真的 东宫这 受到不少朝城的回信 殿下的意思 是利用他们 本宫已经在路上安排了人手处置 就算肖羽命大平安回来 等他一回来 本宫就立心联合朝铮上斗 所以 无论他回不回来 都是死 殿下高明 等他一回来 肖羽死 就再也没有人能骑到本宫头上危险了 这一路怎么这么平静 不应该啊 看够了没有 谁看你了 想说什么就说 你有没有觉得这一路太安静 安静 我怎么不准备 笑 你知道吗 肖羽呢 我不知道 看够打价还是住店啊 你是掌柜 正是 别看小店外观不怎么样 但这方圆十几里只有这一处斜角的地方 你们这么多人 不知如何安排 先帮我们把行李搬进来 好嘞 我先进去休息了 姐姐小心 路不太 休息了 来个人照顾一下 好嘞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有人 走 听说青衣帮的男统领 如山上龙虎所画 此人十分凶猛 难横且无礼 男情一狂妄自大 知道我来了 一定会主动出击 绝对不会躲起来 看你我那儿 我不知道你们在里面 刚刚有个人 你干嘛 小月 放我下来 动手吧 夫人这么着急就想见我 谁想见你 死罪多情 我刚刚真的看到有人 鬼鬼祟祟的 你还真是与众不同 你难道不知道 女人的脚除了夫君 谁都看不过 那他们都看到了 怎么 看到了就看到 全都杀了呗 开玩笑了吧 不知道为何 我总觉得这个姿势 很熟悉 那我们换个姿势 也许我与夫人 前世就有姻缘 突然想起那日在相府 我中了迷情香 总觉得有点遗憾 跟我走 小心 忍着 怎么说我也是为了你 你连句谢谢都没 以后别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啊 看了吗 不是吧 就是还冷 清楚事情就在这边 您这坚持有反应 老板 求求神医 救救我祖子 求求你了 祖子 祖子 他得了瘟疫 皇上怎么没有派大夫 我家祖子确实得了瘟疫 前几日太子殿下倒是来过 可他们眼里 只有朝廷拨下来那点银子 为了控制病情 不仅不让大夫医治 他派人将得病的人 秘密处死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我看看 小心一点 放心 也许我能治好 你 自己asse 都能治好 但是 我一定会有 应该有 我们 都一定会有 我们 让你 到底是什么 王子顾北叉 怎么样 根据脉象显示 他得的不只是瘟疫 对对 我家主持平日身体就不好 这可怎么办呢 我只能尽力试试 能不能保住性命 还是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你们先出去吧 我要试针了 大人 昨日那伙亲一帮的人 已经悉数状态 但不见难轻易 人下最要紧的 是保住顾北叉的命 夫人与太子的关系 说不清道理 要是让他有机可乘 杀了四皇子 那咱们可就背一头 等等 那 咱不能把身家姓名 系在他身上 假如四皇子出事 那就证明 沈悠悠的确是太子的人 原来你就是四皇子 顾北辰 总之 你怎么了 沈悠悠你 哎 他的命 总算是保住了 你把他治了 对啊 他只要把那口朱血吐出来 病就好了大半了 然后再开几幅房子 调理一下就行了 其实他 就是我此行的真正目的 我知道 知道 他要是死了 顾九思一定会很开心的 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了 你是我夫君 顾九思能给我的 你也能给我 那我当然向着你了 反过来也一样 如果我有危险的话 你是不是也得帮着我呀 那 那当然 那既然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了 我都累了一个晚上 大人看了一天书 坐点钟休息休息吧 夫人呢 用啥 夫人昨晚可能太累了 今天一直在房间 还没出门呢 大人放心 我等会儿差人送你吃吃去 嗯 都没事做了 你来了 我就是路过 知道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顺便给你带定吃 嗨 情人大人 他在你旁边 真香啊 此情此景没点酒怎么行 去拿去 住嘴 我已经让北木 将你客栈的损失赔给你了 你可以走了 走 我不走 我一姐香恩见完 我要留下 反正他又无家可归了 不如 你 你想让他留下 我整天待在这儿也挺无聊的 也没人陪我说话 而且他熬粥确实很好喝 不然你尝尝 记得吃饭 你同意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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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后悔留下我的 这是我新开的药方 我喝上几天就没事了 多谢你 没事不客气 姐姐我买了好吃个桂花 这位是 哦爷爷我给你介绍一下 不别这样 那四皇子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哎姐姐 丞相大人把四皇子请来干什么 你问这个干嘛 我好奇嘛 我只知道顾北辰病了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 哎你也别多问了 难道 小玉发现了什么 啊 啊姐姐我肚子好疼 你先走我又去找你 那好吧那你快点啊 我说你 殿下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紧张什么 你这动不定是下跪的样子 不像是个皇子 倒像是个卑贱的下人 下跪一分 不管怎么再模仿 都不及四万只你一分 你假扮我假扮多久了 记不清了十几年 想当年我费尽心思才逃离皇城 后来又找你假扮我 为了就是不参加夺敌纷争 长命百岁 但如今几个月没见 居然跟萧玉扯上了关系 小人得了瘟疫 一学一切 我一直终遇到了萧丞相 行了 起来 坐吧 不行 伺候的怎么会肚子疼 而且毛房也不在那边 不必 那四皇子 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应该不会是 糟了 四皇子有危险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 偏偏遇上一个难对付的蕭玉 只有你这个假的四皇子死了 我才能安稳度 放心 我会厚葬你的 郭北辰 郭北辰 多亏了夫人 现在四皇子已经大好 过几日 就能和我们一起回皇城 但愿如此 你没事吧 孝玉 他死了 他死了 是茶 茶里有毒 这是震毒 用法原谅相当久久 下毒之日 一定略通药流 好 情感慢感还是爱吃药 我来的时候顾北辰就已经 你不信我 房间只有你 况且你还精通药力 不是你是谁 我千辛万苦把他救出来 我怎么可能会去害他呢 我也很好奇到底是为什么 行 反正人现在已经死了 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你去哪儿 你别管我 你明知顾北辰对我很重要 你却还是选择帮不就死 你说了 跟着我比当太子非有光光 为什么 难道你根本 对他与亲为恋 行 顾北辰就是我杀的行了吧 北墨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他离开卖出房间一 笑语这个王八蛋 果然还是不相信我 不过 顾北辰死了 他要怎么对付太子 算了 他也怎么样怎么样 听说昨夜萧大人病了 全城最好的大夫都来了 听说他得的是瘟疫 大夫都不敢轻易上前医治 你别说我们这些下人 无亲无故 生了病也没人照顾 大人也真是可怜 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挺过这关 萧玉病了 有人把他放出去 小姐 小姐我们快走 大夫说了萧大人挺不过今晚 我们得赶快走 免得到时候被牵连 哎小姐小姐 门在那边走错了 小姐 小姐 ез Nap 众爷 下廚 你帮你 客戴 有 antibiotic 夫人 你怎么 门窗紧闭 这么大的艾草叶 你们是想闷死它吗 快点把门窗打开 再打盆水来 水 你醒了 烧退了 不是让你出去吗 会传染的 你放心吧 小齐把包袱都打好了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第一个连夜架马车跑 这样看着我干嘛 你快睡吧 睡不着了 太疼了 别抓 这样好点吗 快睡吧 入睡 怎么是你 我听府里人说你得了瘟疫 实在担心 就马上赶了过来 谁悠悠呢 还说他呢 看你病成这样 看都不来看一眼 别说照顾你了 躲得远远的 生怕被传染了 兴趣这一会儿呀 早就收拾包袱跑了呢 酥热水 消雨哥哥 幸好昨夜我及时赶到 一直守在床前照顾 你今天气色果然好了不少 算了 反正人家才是你煮酒 我煮了粥 你记得喝 真是废物 连这点事都做不好 你胳膊怎么了 没事 不小心碰了 是吗 我是没记得 你别抓 这样好点吗 我就给你们拿些药给你 大人 轻衣帮从里南轻衣抓到了 麻麻扔着 到底要去找什么 拿无意气点 就是 人家堂堂轻衣帮统领 难道会送上门 给咱们抓不成 嗨 不要去 不要去 烦着呢 好久不见了 南轻衣 顾北辰他杀的 我替你抓住了 你放了沈月游吧 你自投罗我 就是为了他 我只是因为他不想被你冤枉 你真以为 随便找个替罪养 我就相信你吗 你就不怕 我杀了你 萧丞相果然名不虚传 事已至此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四皇子 顾北辰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杀了顾北辰 萧业要是知道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真的没发现 你还不赶紧走 我的选择果然没错 放心吧 姐姐 我已经把罪鬼祸首 交给萧丞相了 这件事 真跟你没关系 你手没事了 没事 小伤 萧与哥哥 咱们上马车吧 姐姐 今天跟我一起骑马吧 可好玩了 好呀 我还没骑过马呢 去不了 你去另外一辆马车 萧与哥哥 殿下 探子来报 萧丞相已经启程 正在回来的路上 请你帮这部废物 果然持不上 无妨 本宫已经准备好 弹劾萧与的奏章 明日 就是萧与的死期 专相 听闹与你前几日去了趟岐州 没有什么收获呀 没陛下 岐州虽然偏僻 但民风淳朴风景遗人 是个好地方 如今灾害频发 丞相还有心思游山玩水 民间传闻果然是空穴来风了 太子此次亲自前往 齐州治理水患 这一路 也并没有什么效果 你 陛下方才问围臣 有什么收获 臣有一份礼物 向送给皇上 我 儿臣参见父皇 四皇子 是不是真的 你是 这就是四皇子 顾北辰 依依 你怎么会是 父皇 之前派去请四哥回来的人 都被他拒之门外 朝中没人见过他 丞相随便找个人 都是四皇子 六岁时 儿臣与太子殿下一同骑马 却从马上摔了下来 险些丢掉了性命 是父皇命御医治了三天三夜 才捡回来的一条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快快去 那我问你 小时候你弄坏了 父皇赐给我的玉佩 那个时候 我对你说了些什么 我 我不记得了 萧玉 你好大胆子 居然敢敢皇子做奖了 这可是猪九族的大罪 萧大人 你可真是大包天了 你又不知道 这是猪灭九族的大罪吗 父皇 百姓早有传闻 说萧玉强巧民民 强占良田 多次因植物之便收敛前进 现如今更是胆大亡亡 儿臣请父皇赐萧玉死罪 萧玉 你可知罪啊 萧玉觉得他会这么冒死 除非 对吧 滴血认清 是不是似皇子 一事便知 皇上是九五之尊 龙体不可有损 不如就请太子殿下带楼吧 准 我来吧 大人 暗卫回禀 是男轻衣杀了顾北辰 一个冒名顶替的假货 死了就死了 那接下来如何打算 既然男轻衣他想饮 那我就陪他饮下去 我倒要看看 他想干什么 如了如了 真的是宋王子 皇帝 这下可心服口服了吧 不 不可能 一定有问题 难道是水 是水 事实就摆在眼前 你还要什么好说呢 够了 成能回来 就是件天大的好事 太子 太放肆了 儿臣知罪 这罚了 散了吧 你先出去 好 今天这出戏 太子可还满意呢 萧月 父皇信 本宫可不信 你别以为 找个冒牌货 就能怎么样 你最好小心点 别被本宫找到把柄 顾九思啊顾九思 你可真是个蠢格 别说他是真的四皇子 就算是假的又怎样 重要的是 太子日后 该如何自处啊 你想让他皇子的身份 压制不够 本宫可是太子 你这个太子 不是皇上给的 是我给的 不 我能让你做 也能让其他人做 你不会的 想要坐稳这个位置 以后 要乖乖听话 之前是我不自量力 我知道错了 以后都听丞相大人的 顾九思 公皇帝 我等着看你们父子相残 你出来了 夫人久等了 刚刚吓死我了 还好我反应快 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 朱少内道盐水压吗 只要沾到盐 任何血都能相容 就算不是亲子关系 也能相容 这么说 你早有准备 笑语 你放心 我永远是你 精强的后盾 对不起 之前因为顾北辰的事情 误会你了 这下你总能相信我了吧 我跟太子 那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不然呢 我刚刚就不会冒着 欺君之罪的风险 出来救你了 那夫人救我 又是为什么 我饿了 我饿了 小剑给你来药 是什么药 这是我找大夫给你开的药 太苦了我不喝 大夫说了 你体内有寒气 不喝药的话 快不上孩子的 说什么呢 谁要跟你活孩子 不苦啊 你尝尝 要么你自己喝 要么 我给你喝 算算我自己喝 哎 干 吃 这药怎么比我命还苦啊 这样平静的日子 不多了 小姐 你刚才说什么 小姐奴婢错了 你说 小语最爱谁 最爱 最爱小姐 小语哥哥 只能是我 不是为何 朕近日 头疼的厉害 太医 父王怎么样了 皇上气血不足 为臣该求方子 还请陛下 最近不要太劳累 下去吧 父王 听说丞相夫人 医术高明 宫中太医与她 相比都要逊色几分 不如宣她进宫 为您调离身体 这还有印象 是那日宫中宴会 她跟丞相的感情很好啊 父王身体健康 乃天下人所信 想必丞相也一样 那此事就交由你去吧 谢 听说大人最近很多 只有三四天不在相夫 是吗 你们什么人 相夫也敢闯 传皇上口语 命沈悠悠进宫 即刻启程 我 进宫 这就是我家夫人的房间了 我家夫人走着匆忙 没带什么换行衣服 我特意给她送一些 多有抗扰 您客气了 夫人平日除了给陛下整脉熬夜 情侣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 早就听说 夫人 耶稣高明如画头在世 经过条理 陛下的身体确实好了不少 可真令人佩服 是吗 我家夫人待会就回来 您先在这等候一下 新闻 这味道好像 不太对 夫人好了吗 陛下还在等着呢 好来来来 这是最后的一次药 陛下喝下去就可以全月 连太医都束手不策 夫人神医名号当之无愧 丞相和夫人中军体国 朕一定会大力赏赐你的 顾知丞相想要什么赏赐 是梁田千亩还是赏银万两 还是这高抬之上的皇位 皇上皇上皇上 父皇 沈悠悠 你敢试决 不是我没下毒 来人把这些人抓起来 殿下怎么样了 微臣已经用领奥压制住了陛下体内的所政器 他能不能我的危险 还不好说 想不到这个沈悠悠为了萧玉连我父皇都敢杀 此事蹊跷 不像是沈悠悠所为 事与不是又如何 萧玉脱不了干系 本宫正好借着此机会除掉他 等父皇驾崩 皇位便是囊中之物 殿下好谋论 来人 把沈悠悠带进来 沈悠悠 你之前宴会上不是很神气吗 既然你跟萧玉感情如此深厚 你就跪在这儿 好好看着 我是怎么杀了 怎么多了这么多预林军 不好了不好了 大人 夫人 夫人他 沈悠悠怎么了 快说 夫人他被赵新宫的为陛下挑裂龙体 没想到在药中下毒 如今陛下危在担心 夫人也被太子抓了 夫人他绝对不会下毒 那 那属下这就去查新事件人为 不必了 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 顾九四 比我想象中来得快了 没想到不可一世 铁石心肠的萧丞相 如今也有了轮廉 我倒是想看你 陛下身体不好 太子却在这东宫逗扬 你说 陛下要是看见太子这副样子 会不会感慨自己有个好儿子呢 沈悠悠胆大妄为 居然敢给父皇下的 满朝文武的人都盯着 这个是满门抄折的大罪 丞相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 你要是感动沈悠悠一根汗毛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来人 去 盯着萧与 如今他一心想救水悠悠 我们不妨左手渔翁之力 只要他敢闯进宫 本宫就将这些乱臣贼子 一把打尽 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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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 我没事 我这就去找萧丞相 让他想办法救你 别去 萧若是闯进宫 古九四肯定会趁机动手 你去告诉他 无论发生什么事 我绝不许让他进宫 萧姐 那你怎么办 夫人 他们怎么把你杀成这样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他们上不了你 你明知道这是个圈套 你为什么还要来 我说过 我是你父亲 我们要生死不离 我永远都不会跑向你 可我们从一开始 就不是一个世界的 输定了你的结局 就是离开 回家 萧丞相 我等在此宫后多时了 你谋害皇上 请出魔法 我们今日 就将你二人 就地处决 那却要看你们 有没有这个本事 上 快上 走 起来 神兵你们起来 杀了他们起来 这是天子 你敢 我有何不敢 陛下可还记得 十六年前的将军 你是萧家余念 萧家满门中烈 我父亲更是忠心耿耿 可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身心多疑 一夜之间 我萧府上下三千人 变成了冤魂 萧宇 你冷静点 你要什么 朕都答应你 冷静 现在就送你下去 给他三千元魂道歉 孩子 我们萧家世代重量 结果会做谋反 你要好好下去 为这三千元魂 洗刷罪名 如今 萧家的仇 终于爆了 大胆萧月 你死到临头了 太子 差点忘了 还有你呢 父皇 你怎么还活着 你 父皇你放心 我一定不记得皇位 不负子对我的标道 萧宇谋害皇上 你图谋反 来 给我拿下 派人 幸好回来了 智依 我说怎么经常看不见你 原来你是 身为太子 水患石却不顾百姓安危 暗中苛扣银两 中宝私囊 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 萧宇 只要你一句话 我愿意带领清一帮人马 助你一臂之力 除掉顾九四 看来四皇子 才是继承皇位的 最佳人选 你早就知道我是 顾九四 为了躲避你的暗算 我跟萧丞相 可真是煞费骨心啊 顾九四一定会对你下手 我已经派北木 替你准备了容身之所 这段时间 你恐怕要萧身一记一下 委屈你一阵子了 北木 是 我算来算去 你还留了一手 不过不到最后一刻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萧玉 受死了 萧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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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没事吧 萧玉 你坚持住 我没事 我说了 不会让你当小光扶的 快 扶他进去 传战医 传战医 伤口有点深 得先止血 我去抓下三七来 三七虽然可以止血 但是治标不治本 小齐 去拿些真和现 我要给萧玉缝合伤口 萧玉 我等会儿要给你缝合伤口 可能会有点疼 没关系 我相信你 我 adequately把我拥抖 等会 厉害 没关系 我们 听听吧 我 rente fase 的 你 愿 aujourd 我 你 就 爱伴愁畅笑醉意 最深亏欠 千余万 你醒了 你怎么样 伤口还疼吗 不疼 没想到夫人 还会做真心 那就好 你不知道 昨晚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要 要怎么 我要 你别担心 我说了 不会让你成为相寡妇的 笑语哥哥 笑语哥哥 我刚听到消息说你受伤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都怪你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这 要不是为了救你 笑语哥哥怎么可能会受伤 你给我滚出小蜜 那谁 昨晚要不是夫人我已经死了 你怎么还躺顾她 合金朝中上上下下 都在传沈悠悠士君 那些大臣纷纷扬言说要杀的沈悠悠 以正超纲 你能护了她一世 你也护不了她一世 这位可听说 歇滑的死 另有蹊跷 歇滑成宣 承向夫人入宫 调理龙体 没想到 她却借机下毒 后面的事情 这个沈悠悠 简直是个妖女 祸烂我朝根基 今日这朝堂可真是热闹 看来各位都有事要做 不如先跟我说说 天子犯法 早已数年同罪 陈香 要为了一举私欲 罔顾礼法吗 就凭你们 也敢动胡夫人 事官先皇 难道你萧运 比天子还要高贵吗 李大人 你怕不是 前命太长了 你 一大早就吵吵吵吵 吵吵吵 请陛下下旨 处死沈悠悠 朕要是不同意呢 那老臣 您就一头撞死在大殿之上 那张大人 您就一头撞死在这大殿之上 我倒要看看 今天这大殿 到底能不能血流成何 沈悠悠不死 不足以平民奉 臣 恳请陛下下旨 处死沈悠悠 恳请陛下下旨 处死沈悠悠 这门口怎么多了这么多士兵啊 小姐 栗子高来了 看来我给先皇下旨的事 已经是捕皇城了吧 大人自然会处理 小姐不用担心了 他们都说我什么 都是些不堪入耳的乌言晦语 小姐还是别听了 吃糕点吧 说 说小姐是妖女 狐狸精 魅惑军心 都纷纷要求 要求 杀了小姐 那我倒要给他们看看 你怎么才回来 我都想你了 那些大臣们老在别人背后说别人坏话 不用管他们 一帮匹夫不足为绝 那他们为难你了 你放心 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这些天你就安安心心的待在相府 有什么需求 我派人给你带回来 我现在连门都不能处理吗 我一下朝我就过来陪你 外面有些冷 我们先进去 张大人 何顾叹气 你是什么人 大胆 来人 我是来帮你的 你是 你是萧玉人 不错 大人好记性 那就不中了 我虽然是萧玉的人 可眼下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沈悠悠那个剑人 你想让他死 我也想让他死 说得轻巧 抬河容易 如今皇上 温护了他 我是没办法了 那是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如我们合作 来得理应外合 如何 悦闻其详 圣上有令 沈悠悠和他身边的人不得出入 否则 不会 我不出来 不出来 这不是该吃午餐了吗 我这跟你 两位大哥送点 吃的 放那吧 好好好 怎么样小姐 不能干吧 等我回来 重重有赏 小姐 早点回来 吃哪 苏姑娘 您找我 去告诉张大人 东西 我已经放好了 她可以动手了 是 沈悠悠 这下没人能护住你了吧 你乖乖去死吧 陛下吩咐 夫人可以随意在皇宫中走动 任何人不得阻拦 依依居然猜到我会进宫 夫人 虽然跟我设想的不太一样 她还好有依依在 夫人 你有什么分速 没别的事 你去忙吧 是 奇怪 这个味道好像 不太对 夫人 好了吗 陛下还在等着呢 来了 来了 宫女是最容易下毒 那会是谁指使 救命 救命 我找东西救你 你 你拉着出车 我拉你 没事吧 夫人救命 有人 有人杀 杀你 都多多少的人了 还玩这些把戏 跟小孩子一样 洛水 怎么是你 不然萧玉哥哥 你以为是谁啊 你来干什么 沈悠悠意图谋害先皇的事情 这几日已经在城中传遍了 不如你们何离将他赶出府去 他是我萧玉的夫人 脑都不会去 你这么顾着他 就算赔上整个相夫也无所谓吧 我相信他 绝对不会做出下毒这种下酸烂的事情 可要是证据确凿呢 你这么护着他 要是最后发现他一直都在骗你 别再说了 萧玉哥哥 萧玉哥哥 十三年了 我排在你身边照顾你 我对你的心意 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我的夫人只有沈悠悠意识 过几天 我再重新给你找个住处 你也不用我再想死了 你们什么人 我能奉命撬查先帝中毒一次 大胆 敢来我相夫抓人 此开朝以来 你可 若是没有始祖的把握 围臣自然不会 送 你敢 神下大人 若夫人是清白的 我们在什么都搜 你这样阻拦 乃不成是心里有鬼 刻意偏谈 让他们搜 清诚自清 给我搜 搜 仔仔细细的搜 大人 有发现 谁要 也是政治 神悠悠谋害先帝 爱律 就地斩 张大人好大官威啊 这样的大事都敢略不振 参见陛下 眼里还有阵吗 臣 皇后 臣做这件事 都是为了皇上 苏若 你看这个人 你还是认不认识 我家夫人走得匆忙 没带什么换洗衣服 我特意给他送一些 多有掏扰 您客气了 夫人平日除了给陛下整卖熬药 情侣时间都待在自己的房间 怎么 怎么是你 没错 他就是当初在宫中给你带路的宫女 你那天说要给我送衣服 但是我回房间后发现并没有衣服 很显然 你来去匆匆 为的就是不想让别人发现你 后来 我在抽屉里找到了那帮人 为的 就是揭穿你这个幕后真凶 小语哥哥 小语哥哥 小语哥你要相信我 我是清白的 是他 是他陷害我 小语哥哥 苏若水 都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狡辩 你怕事情败了 所以派人把宫女推下水 但是你万万没想到 我恰好路过救下了宫女 这么说 一切都是那个叫苏若水干的 还想陷害你 没错 他这个人行事周敏 一定会再三确认这个小宫女死了之后 才会有所行动 所以小宫你跟着我不安全 请你务必帮我保证他的安全 那你打算事后如何处置苏若水 所以啊苏若水 多行不义必自闭 来人 把苏若水给我拖下去 不 小语哥哥 小语哥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是人了吗 都怪苏若水 都怪他 臣听信了苏若水的谣言 所以才 请皇上受罪 请陈小大人受罪 传阵旨意 张大人流放青州 永不得回 我的病 不知道还能陪小语多久 我是沈悠悠 可是在这个世界里 沈悠悠这个角色早就死了 也就是说 根本不存在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的身体才会一天比一天衰减 难怪用什么方法都无法跟着 现在银针也不管用 可要是这样 我会不会有一天彻底消失 我不是说了 谁都不要来打扰我吗 是我 你的脸色怎么那么苍白 你身体不舒服 可能是没吃晚饭 吃不晚了你怎么来了 就知道你没吃完饭一定睡不着 你回去休息吧 我累了 你怎么了 我 尤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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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误 你为什么 废误 尤尤尤呜 实在是 实在是父人的病 无有可疑 已经在尼流之际了 你胡说 他昨天还好 今天怎么就不行了呢 他明明就是医术女心 大人说罪 你不要生死来治不好他 我明天要你们太医院的所有人 都给他培葬 你怎么又在发脾气 你醒了 身体怎么样了 大夫已经尽力了 你别怪他们 你们都下去 明日我就找全程最好的大夫给你治病 你放心 你一定能好起来的 你忘了 我自己也是大夫 我自己的病我自己清楚 你都守了我一晚上了 你快回去休息吧 不行 我要陪着你 一时半会死不了 但你要是在这一直陪着我 那可就说不定了 好好好 我走 你好好休息 我待会再来看你 小玉 小玉 你会怪我吗 小玉你怎么了 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你快死了 可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救你 做梦而已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你的手好凉 夜里风大你怎么不多传点 我这不是着急见你吗 明天见不一样吗 我怕明天就再也见不到你 为什么 小玉 小玉 人都是会死的 不 你别走了 我不要你死 我不会让你死的 好 我哪儿也不去 我在这儿呢 大人不好了 夫人 夫人摸我 夫人已经去世三天了 可大人还守着夫人世神啊 是啊 大人都生生日我没法女 我万万那不温你 不是 就是 我是个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不是说了吗 谁都不许亲他 谁都不许亲他 你还要这样守着他的尸身 到什么时候 你怎么来了 我要再不会再过来 现在一个倒下的就是你 我知道你很伤心 我跟你一样 可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 你不明白 小玉 您这不是爱 是自私 您要真的爱她 就应该让她安安心心地走 让我把她带走吧 这么多天 你也辛苦了 之后就交给我吧 你打算带她去哪 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 之后我自然会告诉你 对了 姐姐有一句话 让我转告给你 这是她生前的遗愿 身体要紧 别喝了 你怎么来了 是陛下方吗 你知道吗 夫人最后的遗愿 是让我娶你 小玉哥 我愿意嫁给你 我说过 就算顾北辰下旨让我娶你 我都不会娶 因为我心里只有沈游游一个人 我到底哪里比不过她 大人 好像有人在宫中看到夫人里 按照原本的设定 肖玉取了苏若水 故事走到大结局 我就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按照你的意思 我已经给肖玉和苏若水赐婚了 这是你让我找的假死药 药效可维持三天 三天后我想办法带你离开 谢谢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 苏若水这个人虽然心思歹毒 但我知道他是真心喜欢小玉 会照顾好的 我们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强求不来 让故事回到原点 或许才是最好的安排 你开心就好 外面风大 你身体还没好 我扶你进去吧 肖玉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 为什么 我 说为什么 肖玉 你先冷静 姐这么做是有她自己的苦衷的 这一声姐姐叫的真是情人 你姓沈她姓顾 你们算没门子姐 你们分明就是私情 你说什么 你不惜假死来设计骗我 难道不就是为了留在皇宫吗 对了 想必 让我和苏若水成情 也是你的主意吧 随便你走心 我现在怎么想念你的无所谓了什么 随便离 好 既然你那么想让我跟苏若水成情 那我觉得让你看着我们俩 相亲相爱白头偕老 你这一辈子都逃不掉 肖玉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肖玉 你放开我 肖玉 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老老实实待在这个风景里 哪都不许去 你是要把我永远都关在这儿吗 我做过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让你有机会假死脱身 我早晚都会离开的 你又何苦自欺欺人呢 你哪都不许去 明日 我便宇宙水打婚 到时候 我自然会放你出去 明日 这么快 你难道不开心吗 不是随了你的心意吗 这一切不都是你进行设计的吗 开心 我当然开心 我怎么会不开心呢 你对我 到底有没有半点真心 你明知道这是个圈套 你为什么还要来 我是你夫君 你是我妻子 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可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世界 注定了我的结局就是离开 我对你 谈不上真心 你明日就要娶亲了 你还打算这样一直关着我吗 这不是你最想看到的结果吗 肖玉 如果有一天 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你会忘记我 不会 因为 因为你是第一个 把我骗得团团转的人 那我就放心了 其实 其实明天我们可能 我累了 要睡了 听说昨夜大人在夫人房门口站了一夜 今天早晨才离开 夫人不是死了吗 一会儿我妈妈跟你说 沈悠悠居然回来了 你不许准备梳妆来找我做什么 果然没死 说 你回来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与肖玉成婚 也算是完成你的素颜 到底想干什么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会做的 我知道你是真心爱笑语 也一定会好好照顾她 你锁门干嘛 沈悠悠 我不信 大人 你这衣服 我根本就没打算去苏若水 夫人呢 刚刚派人去请了 快来人了 走水了 夫人 老师大哥你别走 今天是我们的大新日子 你别走 我才是女夫人 你不许走 你回来 月娱 月娱 怎么会这样 美国 穿太医 快穿太医 没用的 到时间了 我该走 我 我别让你走 我不许你走 你答应过我 不会忘记过 答应 答应你 别伤心了 以后都要天天开心 笑语 我是真的很喜欢 希望你余生 平安喜乐 逐世顺遂 不在身旁 像苍穹又怎样 怎么会这样 都被我 感到 我 明天 交 我 夜双脚 的自己 我 我 去 我 我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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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只是一场梦 这次 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 怎么回事 不好意思 小心年音 一堂地约 消遇 水悠悠